就说有没有办法直接全自动 就不用再打开那个DOS 然后下那些指令 然后就直接可以帮我合并完 自动打开来 全自动的 为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何自动帮我 输出到那个文字模式 第二个就是自动打开 那其实我就想 在官方的说明档里面有OS 然后OS里面的话有一个叫点System 点System的方法 其实就有点像说 你这个点System后面加的自串 就有点像是你在那个DOS底下 就是输入的那些指令 就我们刚刚不是 直接在那个这上面吗 不是打一个CMD 那CMD Enter之后的话 那在上面打的东西 在Python里面有支援 而且我查了一下 发现真的两边可以match 就叫OS点System 瓜糊里面的自串 它实际上就等同是 它帮你把那个这个模式打开 然后把指令输入 可是它背后 背后做 它不会跳出这个 但是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我要做刚刚的事情 但是我们刚刚在这边输入的话 的一个取巧就是说 你打CMD 有没有 因为呢 它的路径 就会自动显示在这里 所以我们将来 我们刚刚就直接打DIR 有没有 然后直接就斜线B嘛 然后就直接输出到哪里 也不用跟它指定哪个 磁碟机跟目录 可是问题哦 如果你在System里面就不一样 System里面不像说 我就取巧 你变成你要告诉它完整的路径 才有办法做那个输出的动作 OK 所以我这边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边DIR删掉 这两个档删掉 都没有哦 那我也不做DIR 可是我可不可以RUN成功 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RUN完了 而且它直接把它打开 我们看一下底下有没有自动产生 自动产生这两个 所以如果要把它删掉了 这没有做假的 OK 直接执行 又OK了 这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第一步 Import什么 OS 所以上面你就要多学一个OS 那OS实际上这个套件 里面有蛮多方法 都可以帮助我们 在那个作业系统里面 这些档案存取都会用到它 其中它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叫做System 所以呢 后面第二行 OS.System 那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你就把刚刚那一串 我们刚刚打什么 打那个 DIR DIR 然后斜线B 输出到 DIR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是相对路径 所以你不需要给路径 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变成不是相对路径 所以你要给路径 比如说DIR后面这边有没有 你就要告诉他说哪一个目录啊 你要给我目录啊 所以我那个目录啊 就真要把底下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有没有 要给他 所以把这个底下目录 Copy一下 贴到DIR后面 跟他讲 你帮我就是把这个目录啊 全部都DIR一下 看看里面有多少个档 完之后的话你帮我输出到这个档案名称 所以在前面再贴一个 贴一个路径 记得后面还要再加一个根目录符号 这样子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好处就是你就不用再开那个DOS 然后再输入指定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必须指定他的路径 就差别在这里而已 OK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他会自动帮你DIR OK 所以如果说我这边先注解一下Mark 这两行其实就够用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假如原来这边没有DIR 这两个把它删掉 那我RUN一下DIR就自动会出现了 正在使用中 因为这个档好像被开起来 所以这个把它删一下 这个也把它删一下 这个先把它删除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执行这两行 我执行一下看一下 OK 还有一个地方 路径因为这边有那个反斜线 所以把它转换一下 前面加一个R就可以了 OK 这样OK 好执行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根目录呢 就帮我产生一个DIR 效果就跟你刚刚怎么样 开启DOS输入指令 ENTER 到底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要全自动 这一招可以学起来 另外 这一招不是说只能够输出这些 以后你在DOS以下所有的指令 都能可以拿来用 CMDM ENTER 这边的话你可以打个HELP 里面的话 其实DOS里面有这么多可以用的方法 这些其实都可以拿来用 包含什么 反正就是这些 OK 太多了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DOS的 你就可以拿来用 不过如果你有学过DOS的话 你的年纪应该不小了 对不对 因为DOS应该多久了 OK 1993年以后大概慢慢就没有用了 对 所以近距离现在应该有25年以上 OK 好 好